大家好 這裡是天堂上班 那今天就來繼續找找找的遊戲吧 這個是100 Hiding Frags 對 我們就直接start 又是100隻的手繪青蛙daisy 它是不是卡住了 剛剛是不是真的有點卡住了 呃 有 恭喜手繪什麼 我對青蛙真的還好 可是我就現在特別喜歡 這種有的沒的 手可以滑嗎 這怎麼滑 可以往得上嗎 往下 算了 沒關係 喔 是 它自己會移動 喔 喔 我了解 我就是 我不用滑 我在說什麼 就是它會跟著我的滑鼠的地 它會稍微的 嗯 移動 還來對移動 可是我不太喜歡這一種設計欸 雖然它這樣感覺挺不錯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我會 一直被移動到的感覺 這蝌蚪欸 它其實還不錯 挺可愛的 不得不說 不過它的音樂好像是Repeat 很喜歡的 噁啞 欸 農民視頻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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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最頂限在哪裡 喔 喔 這麼多喔 這麼大一片欸 欸 這是好可愛喔 這是 這是 海踏 水梨 還有 這個是國王是不是 看著旁邊的那個塵就已經敲出來了 那比起我們玩那個Cats Hiding in Paris來說 我覺得它的這些比較合理一點 就是沒有一些太過莫名其妙 也不能這麼說就是目前玩到現在所找到的 我覺得它沒有到太莫名其妙 香蕉啦 香蕉 但是還沒玩我也不知道 說不定它其實也很無比起妙 我真的還沒遇到 這是老鼠嗎 還是兔子 他們再說欸 不過長得還不錯 這是個像小矮人一樣的東西 然後就這樣用不著那一塊兒 然後我再看一塊兒 我直接拿到這個 然後我再看一塊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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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起來感覺是沒有太過困難 就是最後一支要努力一下 只有看旁邊那個成就一直跳出來是蠻有趣的 玩法我覺得真的是偏容易一點 還是說這個系列其實相較之下比較容易的 跟那個Cut Heading Paris是不同間的廠商 不對就是創作者是不一樣的 公司啊工作方 總之就是不同人做的所以 畫風上也有點落差 不能講落差就是風格有點不太一樣 那個魚怎麼都長 這是魚嗎怎麼都長這個樣子 嗯可是擦最後一支也是挺頭痛的捏 不能給點皮膚 這個好像躺下來的喔 結果它不是 這種就好適合長青蛙 看這裡就像這種 已經點過的部分啦 沒有 我們直接沒什麼好說 你說這種地方好適合長 可是我卻一直沒找到 綠色龍閃娃門 蝌蚪 蝌蚪 這個也不是啊 怎麼會藏在這種地方嗎 就插一隻一隻 請往嘿 那我原本思考的 商演系列來說 這算是比較不傷眼的了 欸這是一隻蛇 我現在發現 然後這是 蝌蚪的概念嗎 有點像小精靈 不覺得嗎看起來很可愛 小精靈歸小精靈啊 我就是插了一隻青蛙 好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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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懂了就是 噢 爆 抱著它的鬍鬚靠在這個 樹幹上 樹幹旁睡覺這樣 噢 欸不錯欸 它的畫風我覺得再更 銅鬚一點 然後應該照理來說啦 它比較少硬塞青蛙的部分啊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 我是這樣感覺 我覺得它比較多這種 比較可愛一點 銅鬚一點的 就拿來截圖好適合當那種 手機 封面這樣 可是還是找不到 就插最後一隻青蛙 最後一隻青蛙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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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一點提示好嗎 好啦 我們開玩笑 這遊戲沒提示的啊 沒提示只能自己想辦法 欸這兩隻好可愛喔 這個感覺其實也不錯 然後這隻屁股再來翹到高 一只蝕蝕 一只蝕 蝕蝕 右蝕像叶 齐鵝 青蛙 青蛙 青蛙在哪 青蛙 哎呀 大家找到了嗎 反正我是還沒找到 我相信這個遊戲不是只有我玩過啦 這次我們加油 我們加油 欸欸走走走走 欸他沒有那種那個 完成之後會有 當啦當啦啦啦 真類的 音樂不一樣而已 好啦我們就慢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每個都在哪裡我慢一點啊 欸他這樣他就會自己滾下來耶 這樣有沒有像那個 影媒是什麼 電影啊結尾的時候會再給你全部滑一下 就是整個 全過程的概念 就是說那一隻最後一隻啊 我沒看了那條魚看那麼久 卻一直沒發現他窩在那個地方 所以有時候眼睛真的是會騙人的 然後那隻鱷魚真的看起來蠻可愛的 有沒有看到現在畫面正中間這一隻 這是鱷魚嗎 這是鱷魚吧 這應該是鱷魚沒錯吧 他應該是想畫鱷魚啦 然後應該鱷魚對比還是青蛙跟他一起坐著 然後那個鱷魚那是鱷魚吧 反正長得有點怪 但是因為他是黑白的所以看起來也還好 他如果有上色的話 中間那個上色如果上的有個新一點 我可能覺得會不太舒服 不過現在唯一有上色的東西就是青蛙 所以我就覺得嗯還好 而且真的是正常的青蛙們 除了當然他們在做的一些行為也不太正常 可是他們的形態至少是非常的正常 也沒有太多 呃跟就是鬼異的東西 然後跟你說不是青蛙 那當然也有一些青蛙偏小一點點 對 就 小歸小啦 還是沒有貓貓那些那麼小 所以我覺得我還能接受 而且他的線條 真的沒有那麼的密到受不了 太密了其實看起來也很不舒服 然後他的整體的畫風來說也是蠻可愛的 很痛去啊 不得不得 然後最後當然就是 耶!我們破關啦 哈哈哈哈 OK啦 那就是這樣 我們這100隻的青蛙就找完啦 100hiding frogs 百家的叫100hiding frogs 好沒關係 總之就是 這影片就先到這啦 這一次要去前朋友上班 謝謝你們今天的觀看 謝謝